Give it to me like YO 欢迎来到吃沃多吉 我是你们的Dogi 我前几天在网路上 看到一个非常让人生气的 身为人气YouTuber 我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些榜样 更何况其实早期还蛮喜欢他的影片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影片 对 那他现在已经下架了 那他有一些片段 因为我看的当下呢 我就觉得有点生气 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 其实我个人看完 哀莫大于生气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 那记得我们这边是理性的 去探讨这件事情 我们接着看的呢 会是三个原则 我认为不要先入为主 这才是重点 这是一个最大的点 况且他的播放量是这么的多 如果他已经先入为主了 已经讲了这些 那请问大家 接下来都还没有吃的 就叫人家不要去吃 光这个观念 其实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那第二点呢 也是大家非常在意的 他会用 明明是一些亲子餐厅 或者是一些属于家庭式的料理 在日本是很平价的 代表说 全家大小 你是人多人少 都很适合来用餐 他不是走精致化的 所以呢 他会变相性的相对便宜 那用餐的品质 一定都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准 或许不高 但一定是便宜 所以才会是家庭式的料理 在日本是这样子 用过高的标准 去评价一家平价美食 去评价一道平价美食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了 再来第三点是他在公共用餐区的时候 其实不仅大声喧哗 看到他们有共食 这也是日本最大的忌讳 在台湾共食 可能还会被收个共食费 但是如果在日本 不仅语言不通 那就算了 但是共食 其实 都有图片为证 这也是非常 不应该出现在国外的 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 那对于台湾人 我们很注意的 这一点是真的要千万小心 以上三点 在意的点 而不是说他如何评论 评论可以 毕竟美食 每个人的口味不相同 但是呢 如果你是好好的评论 不好的地方 跟好的地方 在你实用后 你去告诉大家 那当然OK 可是如果你已经触犯了 在先入为主的情况下 在别人的 规则的情况下 你用不一样的标准 平段的情况下 用高标准 对待高餐厅 还是用高标准 对待平价餐厅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带着这三点 我们 带大家往下看 他一开始就说 这是第一家 他就说 包饭难吃 千万不要吃 这都还没有吃 就已经说千万不要吃了 但是看这个装潢一定是大雷电 信不信 好 看这个装潢一定是大雷电 信不信 好 可能还带一点疑问 后面加了一句 绝对是雷电 OK 好 都还没有吃 然后他后面却又接着说 take到这个产品model的部分 在店门口 说超便宜的 他都认为是超便宜的了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进到店内用餐了 那店内用餐 他们老板 这时候还有提供主动 这个是老板的手 拿给 他 拿给这位YouTuber 提供胡椒调味 OK 那 我感觉上是 老板他自己 其实是觉得说 他们在吃的时候 好像脸色不太好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主动拿给他们 但是 最后 他们的批评是不太OK的 那前面就已经讲了 好不太OK 然后接着他们又有吃点了这个 可乐饼 然后说还加了三色豆 虽然我也不喜欢三色豆 我还是可以吃三色豆 但是他说还加了三色豆 哦 那对于如果是有小朋友 亲子观看的话 大人也会教小孩子说我们不能挑食 那他这一点讲了说还加了三色豆 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主要这一段也是网友 比较不能接受的是说 因为他们在店内有戏虐的过程 其实是不太OK的 有沒有 就是 我也不太懂 去过日本 我的印象也是 非常注意礼仪 你纵使不知道 你应该也要 事先查好或是知会 包括拍摄也是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礼貌 那他接下来又说 再感受一下 结论是当作被骗 那接下来他们来到了这个第二家 是一家叫Denis的餐厅 日本的家庭式料理 他这边也说 因为是家庭餐厅 因为家庭餐厅 菜色很多 OK 价格很实在 中间有食用的过程 你直接说 来日本看到Denis 直接可以略过 但是他当然吃饭过程 他可能有一些不合他的口味 这也没关系 口味嘛 对不对 但是 我们一样在意的 就刚刚那个三原则 他的共识的部分 我们看喔 他说 火干 可是你看画面上 我们就算一个餐点 有一份好了 那个薯条嘛 好 这样餐点 我们圣袋也算一份 这样是一二 如果那个小薯条也算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 那这样刚刚好 但是问题来了 饮料的部分 这位YouTuber 他已经先前面 其实喝了一杯了 可是 在场 可能是角度吧 在场的杯子 可以饮用的 不是圣袋杯 却是只有两杯 代表说 这位YouTuber 他刚喝的那杯 应该是在他们两个的 手上其中之一 那这位两位手上 陪醒的友人 那就等于说 你看后面 我们在场的 有六位 好 那都没关系 但是YouTuber 他自己喝了一杯 但是他又喝了圣袋 所以现在 新外人 手上那两杯 其中一杯就是阿嘎喝的 那代表说 他们付钱 刚刚说到了 一个人 必须付饮料费 他们少付一个人的费用 是不是 那就是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有可能 就是现在在视线视角里面的 是看不到的 杯子 在那桌上 为什么会说六个人呢 明明才五个人 拿着镜头的 其实是晃动的 所以其实那是第六个人 所以他们其实在现场的是有六位 六位 那我们就接着继续往下看 那他说 最后一间来到了大雷店 一样他还是在外面 然后他就已经说了 最后一间来到的是大雷店 OK 最后一间来到的是大雷店 那这间说是 大陀佛介绍的 然后说 回来骂到不行 所以不是他说的 说爆干难吃 他已经预设立场了 嘎哥拜托你一定要试看看 什么叫难吃的青子洞 什么叫难吃的青子洞 后面直接take的画面 就是直接接着这家 动饭店 我个人是没有吃过 但是通常我们只会说 嗯 看起来装潢不怎么样 对不对 装潢就是对于装潢 然后如果是食物 就对于食物 针对食物 好 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 青子洞能多难吃嘛 对不对 大陀佛就说 这真的很难吃 那这些也都不是出处于他的 口中 他也只是转述 但是他后面 不忘了抨击 前面的那家拉面店说 我们看看有没有比刚才拉面店还难吃 进到了最后一家 再继续讲 那我们就不要去吃吉野家 富士 他们这次都是他们前面吃的 但是就是说不要吃这几家 最后ending呢 他们是觉得说 这一家其实还不错 但是一样 又回到了一个问题 他是两个人分食这一碗吗 对不对 是吗 如果是的话 那 会不会 另外第三个人 很明显衣服不一样嘛 这第三个人 他的手上会不会是 他们是三个人分食这一碗 一样又回到了 日本人最大机会 就是共食的问题 因为毕竟这已经有上过新闻了 再怎么样应该都知道 别人国家的礼仪 我认为呢 如果像这样子 是一个有流量的youtuber 他的影片 一定会触及到很多人 那只是 你有没有去点进去看 或是被他的标题 点进去看 包括他里面的内容 那我是因为 确实 我热爱日本这个国家 我也喜欢台湾 我也喜欢我的国家 但是在这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先 深入了解过 你就说你不喜欢 我确实觉得这样是有失公平 再者 如果对于美食 这个东西是比较主观的 我觉得 可以解决的方法是 你可以外带出来吃 对不对 那你要讨论 那我觉得都无妨 因为毕竟你在室内的环境下 你的共食 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也可以是 你们对着在店内 对着镜头 如果是在没有交涉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拍摄 通常是只能拍到 自己 是以日本这个国家来讲 绝大多数的拍摄 是以 自己为主 而不会是拍到 店内的装潢 如果在没有交涉的情况下 或如果要讲评 也只是 小声的讲评 所以其实 老实说 我已经算是很耐着性子 把它看完了 要不然会觉得 其实这部片尾是 非常的惨不忍睹 会让人家觉得说 身为台湾人 我真的很想要跟 日本人说声对不起